唉 其实我做了很多期超烤的视频 但是可能烤的最好的东西就是羊肉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烤其他东西就是不太好吃 火火也没掌控好 就单纯靠那个2500万的料 尤其之前烤了一个那个什么牛肉 一开始烤的特别的焦 他们吃的都感觉反正就怪怪的 但是后面我才了解到 牛肉跟羊肉不一样 牛肉吃的就是一个嫩劲 因为跟牛排是一样的道理 气氛的时候他就能吃对吧 所以这就让我突然得到了一个灵感 你说牛肉这个东西 它本身烤出来就是要吃嫩的 那咱们如果说用其他的那种火源给它烤的话 那它烤出来的话呢 是不是又能满足它的嫩 然后呢吃着又味道非常好 所以呢那就有了咱们今天这条视频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不是拍过那个什么火焰最淡的视频吗 就在往里面加生鸡蛋 完了之后呢用点燃的酒把它给搞熟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牛肉本身吃的它就是一个嫩劲 如果说我们用上次那个火焰最淡的方法 同样给它炮制一遍 你说这样烤出来的牛肉 它这个味道到底好不好吃啊兄弟们 那为了做这次视频的话呢 我特意啊在网上买的这个北京二锅头 这个是60度的酒 因为做那个什么火焰最淡啊 它燃烧的那个酒精一定要是60度以上的啊 正好符合我们这次的标准啊 另外呢牛肉也是网上网购的啊 来你们看一下就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澳洲和牛牛肉粒 总共是600克一斤多 花了我219块钱 总共是三盒装啊 可能是我拿出来解冻的 现在看的感觉全是红色的 不太好看啊 这里面很多血水 不过应该来说问题不大 首先呢先把它给穿一下 这个肉是不用切的 它是非常规整 一串呢就大概串成这个样子啊 它基本上切的是算比较规整的 所以说等我烤出来这个形状 应该会好看一些 哦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等我毕竟要用白酒烤啊 不能拿木签 得拿铁签兄弟们 如果用木签的话 等我可能点着点着 肉没熟这个棍子烧断了啊 来我没穿那么多啊 我只穿了两盒左右 但是这个肉啊 我要吐槽一句啊 200块钱买的 很烂兄弟们啊 你说它这个和牛啊 这基本上就是没有雪花 应该是很刺很刺的那种 反正这次买牛肉这个体验很不好 而且这个肉啊 闻着就是那种很重的腥味 我很难保证它等会儿会好吃啊 接下来 我来这个盘里面倒上白酒 点火就直接这样烤着 其他啥话也不说啊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兄弟们 这个是60度以上的白酒啊 那在点火之前哈 为了以防万一 因为这个操作是比较危险的哈 所以我特地啊 为了这个视频买了一个灭火器啊 来你过来 然后等会儿就你们新嫂守在旁边哈 要是一发现有不对劲 直接灭火啊 用个卫生指引一下吧 好 我本来是想去外面拍的 但是外面光线是很亮的 我就怕各位看不清楚这个火焰哈 现在已经着火了 咱们就话不多说啊 直接来 我去好烫好烫 有点那种迹象了 真的 你看我的签子其实还是挺长的 还好 这就是火焰牛肉 你知道吧 不然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啊 刚刚酒可能加少了一点啊 现在我再倒一点酒进去 灭了灭了 你放心 我刚确定过了 这酒得多一点 要不然的话 等会儿烤不熟 你知道吧 来 第二波尝试啊 别紧张啊 别紧张 好 哎 我其实可以这样放的 你看看 我再放一个新鲜的上去啊 哇 这个温度好高啊 真的 好 可以了 这是最开始放进去的两个 兄弟们 不知道这个好了没 应该是可以了 差不太多了 其实烤了很久啊 这个明火 它不会焦 你知道吧 就看这一点应该是能成功的 这个应该也可以了 它关了是燃火 兄弟们 给你们看一下 等会儿你吃过 尝尝嘛 这也有你的辛苦的一份 不要不要 差不多了 应该是熟了 你确定不吃啊 有你一半的劳动成果 我去 这个酒哈 还是有点烫的 兄弟们 赶紧拿走 来 这个就是咱们用白酒搞出来的 烤牛肉啊 它现在呢 还在冒着烟啊 就是这个蚊子 我说实话啊 很腥 因为我吃牛肉的话呢 我会觉得腥啊 所以说我基本上不烤牛肉吃 我都烤羊肉吃 我估计好不好吃 就得靠这个料了啊 赏上一点 2500万的调料 你看看 不告诉你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是用白酒烤出来的 真的 嗯 这样闻的 它其实就有那种烧烤味了 真的 来直接尝尝啊 看看这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哇 兄弟们 我实在想象不到啊 它不是一般的那个心啊 果然啊 这2500万 并不是万能的啊 怎么加持都加持不了 这个熟呢 是熟了啊 完完全全熟了 里面也熟了 但是很腥啊 这实话实说 那这个肉呢 我个人觉得我反正是吃不惯啊 就很腥 鱼泽飞子呢 他们吃牛肉啊 都说很嫩啊 但是我吃的有股腥味 也可能是我这个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们看 你们看这里面啊 熟了熟了 哎 这一块吃的不腥啊 它是外面有料味 然后中间是比较嫩的那种感觉 就是顶上难吃一些啊 中间还可以 所以那这样说的话 这个方法其实可行 真的 最主要是像我这种啊 吃烤牛肉都觉得腥的人 给我吃 我都觉得还可以能接受的话 那兄弟们啊 这个确实是好吃的 最后有点有点焦了 它这个焦不是炭火的那种焦啊 这个是苦的呀 你看焦黑啊 有点苦 其他这些就还好 这个视频发出去呢 我希望各位当鱼了就好啊 这样不要模仿 老婆你尝一个的 来 你确定熟了是吧 熟了 一身是多了宝子们 好吃吧 我不喜欢吃这种 它嫩不嫩 它嫩不嫩 你自己说嫩不嫩 好老哦 而且吃着有股血腥味 反正就是我吃不习惯这种味道 我也是 你知道吧 但是第一个 我刚刚吐掉的那个绝对心 后面吃的还好一点 这实话实说 是不是应该搞点黑胡椒汁来搞一下 嗯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好来 搞点海鲜黑胡椒啊 你要吃 再吃一身是鲜 那好像就比之前好吃一点 再来一点 牛肉是不是就跟黑胡椒配啊 撒那个2500万不管用兄弟们啊 我再吃最后一个啊 我就撤了 证明是还可以的 兄弟们啊 在嘴上说 我不喜欢吃新的 你看这吃的比谁都诚实 兄弟们啊 那好不好吃 看行动就知道啊 实话实说 这个东西能做是能做 还是要配这个黑胡椒 可能会好一点 配这个辣椒粉的话 差点意思啊 真的 而且唯一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熟的快 然后冷的也特别快啊 现在基本上就快冷了 哇 真的 加了这个海盐黑胡椒 这个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 好朋友们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最后最后再次警告各位 看了这个视频 千万不要再加模仿 咱们视频呢 也就是警工娱乐啊 千万不要拿这个东西自己买了 完了之后自己在家做啊 那如果说 各位已经看到这里的 希望各位能够帮本条视频 点赞支持一波 另外各位 还有其他的这种创意的话 各位可以投个稿 说不定下一期 做不到的就是你投稿的那个视频 好吧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